7月3号,2024两岸青年峰会在北京开幕,海峡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600人出席开幕式,峰会期间要交流要合作成为与会者提及最多的高评词。 很多台湾的年轻朋友其实对大陆的认知或者熟悉度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要让更多台湾年轻人来了解大陆,认识大陆,甚至喜爱大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去引领一个正确的两岸关系。 我们希望就是把台湾这些很高科技的人才可以带过来,然后可以跟祖国这边去做一些产学研的合作。 那我觉得这边的话其实给年轻人非常非常多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个对年轻一代未来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就是给青年机会让青年发展,毕竟青年才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2024年4月,台湾在校学生林佩珍随马一九到大陆寻根交流,结识了很多朋友,此次再度来到大陆,林佩珍深有感触地说,两岸青年交流正如马一九所说的那样,浑然天成,欲罢不能。 我们虽然说彼此不认识,但是我们讲的共同的语言,然后我们可以了解到对方的生活,我们都可以马上的有一个话题可以去进行交流,可以去进行做聊天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应该是马董事长所说的浑然天成,欲罢不能。 日前,民进党当局刻意提升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游警示为橙色。 在台湾青年看来,民进党当局企图蒙蔽台湾年轻人的双眼毫无意义。 我们也知道它是全世界最,未来最有希望的一个发展的地方。 那我觉得如果说台青,如果不能,如果只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些,政治语言上的一些风格而去断送了这样的机会, 其实对自己来说,或是对自己的未来来说也是比较可惜的。 我觉得民进党有些很没有意义的一些手法去限制或者是捆绑,甚至是蒙蔽台湾年轻人双眼。 我觉得这个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是一个资讯这么发达的一个时代跟社会了。 因为其实这边风景非常迷人,然后重点是小吃也非常非常好吃, 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探讨,去探索,然后去来体验的。 我觉得只有真正体验过,你才会认识到这个城市的美丽。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表示,两岸青年互会合作,必定能促进双赢。 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年轻人都是中国人,应该彼此鼓励,互相帮助。 因为任何具有敌意的行为,并没有办法真正的促进两岸的了解和合作。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朝一个比较正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前进,我想这样对大家都好。 此次峰会以携手回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将举办主论坛,分论坛,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宣节会, 京台青年生活节,两岸青年数字音乐业等青年交流活动。 峰会创办以来,累计举办交流活动150余项,吸引6000余名青年朋友参与, 以成为两岸青年交流交往,共同奋斗成长的重要平台。